大家做西式甜品時 很多時都會用到朱古力 究竟我們怎樣用這個朱古力時可以比較好一點 和不會浪費朱古力呢 我稍後會教大家一些小小的技巧 首先用朱古力時 我們不會直接去煮 因為直接煮朱古力就會煮焦 甚至用一個很低溫的爐火也不可以 我們通常會預備一個熱水 隔熱水作用 熱水也不需要太沸騰 基本上一個暖水就可以了 我們輕輕地放在玻璃瓶上 把朱古力放上去 讓他們的溫度慢慢的熱力去到朱古力的時候 就會慢慢溶化了 我們放大約兩至三分鐘左右 朱古力就會開始溶化了 你看到最外圍的那些 其實朱古力已經開始溶化了 我們就要給點耐性了 因為始終用朱古力也不可以太快 而且要注意 因為我們下面是煮一個熱水的 不要讓熱水掉到朱古力裡 因為本身的朱古力是一些可可脂 它是一些脂肪 如果有些水掉下去 就會水油分離 就不行了